第三七体有意弹簧如右图 其一端固定另一端连接木块 平放在光滑桌面上且不计任何阻力 压缩弹簧后松开 使木块在ABC间运动 且B点为弹簧静止时木块的位置 试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弹力未能在C点最大A点最小 这个是错的 我们从图示以及我们的叙述中可知道 我们到A点的时候是压缩 到C点的时候是生长 但他们的压缩量跟生长量是一样的 就弹力未能是跟形变有关 形变一样弹力未能就一样 所以A跟C点的弹力未能是一样大 A说我们的C点弹力未能最大 A点最小是错的 B弹簧由A点到C点的过程 能量的转换为重力未能转换成动能 这个是错的 我们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高度没有变化 所以重力未能没有变化 这里是弹力未能与动能之间的转换 从A点到B点是从弹力未能变成动能 从B点到C点是从动能变成弹力未能 我们的选项B的叙述是错的 选项C弹簧在B点动能最大 这个是对的 我们在A点是禁止 然后还有最大的压缩量 有最大的弹力未能 然后跑到B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弹力未能换成动能 因为B是所谓的平衡位置 我们是原来的原来长度的状况 所以已经没有所谓的行变 没有弹力未能 所有的弹力未能都变成动能 所以在B点的动能最大 选项C是对的 选项株弹簧在运动过程中 没有遵循力学人手痕是错的 这一题只受弹力作用 所以弹力未能加动能会等于定值 也就是守恒 也就是所谓的力学人手痕 机械人手痕 选项株是错的 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 试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弹簧在B点时动能最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